最新消息 在花蓮縣有一名登山客坠谷 而消防局派出了17个人队伍 到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大同大礼步道来进行抢救 而消防局接获报案说是有一名50多岁的父亲男子 他独自一个人到了这边来爬山 一次失足坠落了山谷 而家人联系不上他也紧急报警 而救难队前往搜救在恐龙被步道 第一流龙下方大约80公尺的地方 发现了这名男子的帽子还有登山杖 接着在附近找到了这名男子 但是很可惜的他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